李治随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第二篇 1957年至1965年 24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 1957年11月20日离开莫斯科后 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 增加量产量 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 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 稍事休息 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 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 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 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 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 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 毛说 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 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道 周回答 湖南的气候只是一种一季道 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 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 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道 你湖南就只种一季道 我看周的脸仗得紫红 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 我看 就是不惜取人家的好经验 周聂如说道 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 毛抢白的说 什么研究 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 随着伸手拿起名识 对周说 你们回去吧 也没有等周告辞 毛就翻说看起来了 弄得周尴尬不堪 同我们打着招呼 又说 主席 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 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 毛气呼呼地将名识一扔 说 他试试看 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 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12月底 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 满眼苍翠 城市不大 但十分整洁安静 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 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 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 是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 这种建筑方式 对于多宇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 有很大的便利 这里极其幽静 树木很多 特别是橘子树和枝子树丛 橘子树上满是白色的菊花 甜香沁人 也有不少的柚子树 气候温和 一般在设室24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 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 江青住在临近的另一座平方 沿着房前的花境 转过山坡 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 我们住在这楼里 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 江青叫我去 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他 有意打乱他的生活习惯 江他整的精神紧张得很 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 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 只能用电炉取暖 这种炉子一开 温度升高很快 江青说温度高了 关了以后 室温立即下降 他又说凉了 区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级的 向热锅上的蚂蚁 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 这种设备 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 有10到12片相连 灌入冷水 插上电源 水温可达到一横定温度 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 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 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 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 这个空隙 江说护士有意使他受凉 自治区委秘书长知道洗澡出了问题 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 但是江住在这里 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 无法安装 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 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 除非他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 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 另外没有别的办法 江更加不悦 他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 不禁止 反过来以让他搬家挟迫他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 已经不能同他讲道理了 晚上江睡觉后 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 毛听后说 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直老虎 有的事就是不能听他的 要顶一顶 护士们不要怕 替我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 卫士来告诉我 江青到毛处 说护士不好好给他洗澡 故意让他受罪 百日床前无效子骂 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 卫士说 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 毛对我讲江青不对 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 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 江青找我谈话 对我说 你知道不知道 有时我在将就你 我说 我不知道 江说 你这个人优点突出 缺点也突出 你能够想办法 欲试果断 主席说你这个人 还是多谋善断 可是你骄傲 有架子 只要你认定的是 什么人说你 你也不回头 要说服你 难得很 我对你是投鼠忌器 你知道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江皱着眉头说 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 只是主席在用你 你给主席工作 主席对你也适应了 也不容易 我对你是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 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 都是他的幕僚 你我是同僚 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 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 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 可以接替我 我建议由王赫斌替代我的工作 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 江青显得不耐烦说 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 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他同我讲 大夫 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 我听主席讲 这么忙 还闹个不停 真不懂事 我问他 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 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 主席讲的 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 为了洗澡 闹得护士们哭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 我看 摆在面前的事 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静先 王说 这种事他管不了 他只管警卫工作 我又去找叶子龙 叶说 没有办法 淋浴设备买来了 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 装不上去 我又去见了江青 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 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 这次江同意了 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 总算抢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 接着江又说 住房周围不安静 影响他的休息 于是 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 其余所有的人 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 一律搬到山下 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 刚过了1958年新年 毛决定在1月11日召开 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 也就是南宁会议 中央部分领导人 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 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 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 毛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当时负责计划 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 都做了严厉的批评 其中包括周恩来 和陈云 1月11日开会 15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 他告诉我 他感冒了 头痛 让我给他感冒药 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 但阴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 不敢走 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 他又问我 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 一夜到天亮 在上面走来走去 不停的来回走 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 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 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 我口头上答应他了 但是来的都是首长 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 到了二楼 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 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 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 心理压力想必极大 江青的前夫 黄敬 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 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 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师在22日结束 当天上午 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 说黄敬这些天来 精神不正常 要我给黄茶一茶 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 他睡在床上 但是并没有入睡 他语无伦次 精神恍惚 不断地说 饶命啊 饶命啊 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 杨说会议结束了 明天可以到广州 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 柯庆施告诉我 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 坐一架飞机去广州 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 磕头说 饶了我吧 大家知道黄是疯了 到广州后 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 黄敬住院期间 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 跌断了腿 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 许多年后才知道他1958年11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 与会人员俯首贴耳 唯唯诺诺 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 会议结束后 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豆 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 所谓龙就是蛇了 但不是一般的菜蛇 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 虎就是猫了 但不是一般的猫 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磕的果子梨 这种梨 素食 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 非常肥腻 我和很多手掌都觉得难以下咽 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一江油水 当时水温太低 只有摄氏18度 不适合油水 毛不同意 他认为 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 水温再低 也不会感冒 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一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 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 虽然没发烧 但是咳嗽增加 痰也多了起来 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 后来咳嗽加重 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 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 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 毛在每个会中都极严厉色的指责个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 脚步太慢 拖延中国的进步 每次会议一结束 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 1958年5月 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中文字幕提供